你还有脸睡觉 荆州的干部都烂死了 你们可能都不知道 你马上通知光明区的区长孙连成 马上到我办公室开个会 我马上到了 假如长时间升不了职 该怎么办呢 哈哈哈哈 鸡头来喽 哈哈哈哈 大家好我是新人UP主 庆城普拉斯 是哪个区的 大家可以给一个三连提示一波 今天我们来聊聊孙连成 宇宙区长 他是那种争议非常大的角色 优点不那么明显 缺点却很明显 人民的名义中 有许多对称性的人物 比如陈海与侯亮品 如果侯亮品没有陈海的前车之鉴 以及一个背景笼罩着通天迷雾的妻子 钟小爱 很可能要躺半部电视剧以上 你说巡视组这两天就要来了 你不参加巡视组 自己过来看我 这合适吗 我觉得挺合适的呀 又比如商人蔡成功 王大璐 赵雨龙 三种不同出身 导致完全不同人生的商人结局 那么 孙连成对应的人物是谁呢 我的答案是 齐东伟 为什么说他们对称呢 因为他们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类似的 深 或者是深不上去 面对同样不公平的对待 齐同伟一顿操作梦 那你还大喊什么杀家帮啊 你胡说什么呀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真想有个杀家帮 可以马上投靠入伙 不是您误会了 我误会什么了 孙连成一顿操作蒙如猫 还有你跟那个荆州日报的小孙说一下 让他发片报道 整版的题目就叫 光明区把上方群众当上帝 要黑体字 醒目一些 这样呢 李书记就看到了 一位误了亲亲性命 一位去少年宫属心心 齐东伟所谋更大 手段激烈 所以凡事更大 我走不了 我也不能走 头两瓶墙让我们先哭起来 那我就会让他哭得更惨 我肉体凡胎 没那个道 而孙连成只是养奉 因不为 危害较小 最后只是降职了设 是是 李书记 我一定记住您的重要指示 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 把人民群众当上帝 下班也不让人清静 屁打个身子都打电话 这里我们重点聊一下孙连成 第一个问题 孙连成的工作能力怎么样 首先孙连成这个人非常聪明 想问题比较全面 但胆子不大 给陈老准备一聊救护生 已经准备好了 你就是不爱动脑子 真是没有钱就办不了事了吗 我跟你说我还不信呢 我看了就在你们群旁边有的家居店 最贵的十五块钱一个 便宜的八块钱一个 最多不超过六十块钱 你们有这六十块钱吗 你要全六十块钱我给你啊 我个人套一包绝不包销 孙连成我明白了 让群众坐上小猪子 他就不累了 还有那个长口钱摆掉小长口 别摆多啊 最多不超过十个 摆多了容易让一个人都吃了 哎呀这中国人这个链根性啊 没整真让人头疼 这里要注意的是 工作能力和工作成果不是一回事 比如一拳超人力 King作为一名普通人 能力十分一般 却在英雄协会里身居高位 那是因为其余的很多工作成果 直接挂在King名下 这一点麻烦大家记一下 要考 我们可以给个这样的答案 孙连成的能力是有的 工作成果是欠缺的 这不是改了吗 加了个小主意子 还有小糖果 我亲自到现场 告诉主管区区长孙连成 让他按照银行的柜台这么改 我相信连成同志 会按规矩办事 他敢这么瞒我 我们来看看他的两大罪状 第一 新访办的窗口改造 第二 大风场的拆迁和批地事件 一件小事解决不好 完全能够击垮你 办成了99件大事 这面对群众的窗口 是哪个网不大设计的 啊 又矮又小 不是 这李达康书记今天来 他是故意收拾我呀 是 李局长 您真不知道 这当初是丁一真设计的呀 这个腐败分子怎么这么坏呢 孙连成 我再告诉你一遍 银行把储户当上帝 我们把上访群众当上帝 明白吗 是是 李叔记 我一定记住您的重要指示 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 这面对群众的窗口谁设计的 是腐败分子丁一真设计的 他亲自画的草图 孙区长 我上次不是跟你回报过了吗 你什么时候跟我回报过 你当群众面撒谎是不是 我见群众向我反映 我才知道这件事情 今天我过来一看 果然如此 你要跟我说什么 说 算了 不说了 李书记 你指示 其实有怎样的领导 就有怎样的下属 李达康强势 孙连成也有摩学样 李达康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今天说拆大风场 明天又说不能拆大风场 我们可以看到 孙连成今天可以承认下属汇报过 明天又可以在群众面前否认 不过 他们俩最后下场却不太一样 咱们光明区现在变成中心区了 就你们那个老厂区那是工业用地 拆完了之后 就变成了房地产用地了 那是最后一块地 咱们去 真是一点地都没有了 既然这种情况 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现在说也不晚了 一个是小问题 一个是大问题 在大问题和小问题上 他都交出来了自己的答卷 在他自己眼里不算优秀 起码省了预算 更规避了贪腐空间 算合格 反正你李达康 杀月经也没让我升官 我凭什么给你卖力干 我能撑着就不错了 市委和李达康到现在也不想让我提正经 连个区委书记都不让我当 我凭啥经不卖命啊 在上级眼里呢 李达康 零分 区长 你脑子进水了 还是智商低啊 怎么就那么麻木不仁 在上上级眼里呢 也就是负分 要不然我们把这个窗户关上 把那个跳板撤了 我瞅 让沙叔叔也看 让他接点地气 沙叔叔他们过来了 我跟你们说啊 见着沙叔叔一无一时 实施求是的反应挺棒的 把孙连成怎么对付你们的 都讲清楚了 听见没有 像孙连成这样的干部 也许不是腐败分子 可是对老百姓的伤害 不压于腐败分子 嗯 为官不为 李达康的评价还好 这里小声说两句 陈延石的讨嫌 明显就过分了 像启东伟 丁义珍 陈渡 陈清泉之类的贪官 明显比孙连成的危害大多了 孙连成最后也只是降时了事 可以考虑降一到三级 像孙连成这种干部 他不是无所谓吗 连降三级 看他有没有所谓 第二个问题 孙连成的目的是什么 前面说过 孙连成的人生目标是深 我怎么不上心啊 不贪不战 李书记不是已经让你做光明峰项目的总指挥了吗 不加薪不提及虚的没用 即便孙连成伸上去光明区区委书记副市长 正如他自己所言 该开发的早就开发了 该卖的地早就卖完了 他最多是守城 可惜孙连成的情商不够 不善于团结上下棋 孙连成 你说说 认领多少 李书记 你定 你说出多少就是多少 屁 我让你全出你出吗 你要是全出的话 今天这会就不开了 要是都是我们出了 那还要他们干什么 财政 维稳 你们这两块出大头 余下的小彤呢 我们去李书 李书记我不是叫苦 这个区里边实在是没有地可卖了 能卖的都让丁一真卖完了 我们现在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这马上发工资 都够呛了 你那意思 我再给你补点什么 这市里面要是能补更好了 不是 我也没敢置放去 明白就行 三上爷 表个态 于是他选择了 向更高更远的地方飞升而去 以有牙而追无牙 浩浩飘飘以为可以一世独立 孙连成仕途不顺 喜欢上天文学之后 放置宇宙之浩渺 时空之无限 人类算什么 李达康高玉良沙瑞金又算什么 孙连成开悟 他没贪污不受贿 又不想再提拔升官 何谓之有 况且他还胸怀宇宙 事实是怎么样子的呢 在116事件当中 站在一线的始终是李达康 大风厂的厂房一个星期必须拆除 拆除不了 我跟市委拆你们的乌纱吗 听见没有 谢谢书记 这是工作 116之后 除了最开始乱的手脚 被高晓芹利用 之后的调查 记者会 协调会 市委常委会等 李达康都在行动 或者让下属行动 孙连成 光明峰项目的总指会由你来负责 我 好的刘叔弟 我听你和市委的 在高玉良和启东威眼中 这是作秀 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这是我们的根本 在妻子欧阳金等人眼里 这只是唱高调 你也是党员 你也在党旗前宣过誓 你行了你少来这一套吧 你官话讲顺嘴了 大道理讲习惯了 我们要问李达康唱完高调 去干什么了呢 是去山水庄园吃喝唱歌 学外语 还是下去调研下去工作 我工作不固定 经常会调来调去 我几乎干遍了汉东所有的地势县的领导 最后进了省委常委 对于人民群众而言 做秀也好不做秀也好 城市工作生活环境 每一天实实在在的再改变 明显更重要 你们怎么这么害怕人民群众啊 这么不愿意听人民群众的声音 你们把人民群众当成什么了 说话 好 那孙年成呢 表面上是挤压了可能存在的贪腐空间 他的形式逻辑在一定的程度上自洽 却不符合人民交予他的使命与职责 那就是当好光明区的区长 是少年功辅导员什么级别啊 没有级别 普通的干部 和孙连成正好对口了 你让我们怎么做呗 别降什么三级了 我辞职我不干了行吗 好啊 我代表光明区43万老百姓谢谢你 第三个问题 孙连成做人怎么样 人 主要是要守信用 说给三连就给三连 说下次一定 就这次一定 你说是吧 是吧 好啊 是啊 我们都是为人民群众打工嘛 连成你这话说的对啊 孙连成上任光明峰改造项目总指挥后 李达康给他进行了一次全面而深刻的界面谈话 连成啊 光明峰项目 是我市的终点项目 总投资达到280个亿啊 上到央企下到我们省里边的 国有企业还有著名的民营企业都纷纷投资 众目睽睽大家都在看着 在这次谈话之前 我们来看看这里面的水有多深 原总指挥丁一针逃亡 最后客死非洲 幕后boss赵瑞隆死刑 幕后boss齐东伟死于孤英岭 后台高玉良被判刑 大后台赵玉春被判刑 陈清泉被判刑 陈渡被判刑 这一连串的拉清单 简直就是神仙打架 打铁必须自身赢 你可不能给我丢脸 林书记 我想你保证 梁春 那咱们今天你跟我来一个军事协定 你总指挥出现了问题 我市委书记负责 我去省委引咎辞职 但是你受地铁的人出现了问题 我跟市委拿你试问 李书记 今天我就和您和市委签订军联莲 大家注意看啊 李达康说孙连成要是腐败掉了 李达康要引就辞职 孙连成下面的人要是腐败掉了 孙连成就得引就辞职 孙连成能不能保证自己的下属会有问题呢 孙连成当时想到了谁 是谁 我们可以猜一下 我们下期再说 回到问题 如何保证下属不腐败 没有墙关系 没有后台 还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 孙连成压得住吗 孙连成要做好非常难 可以说对孙连成个人而言 唯一的办法就是托 主要是保命要紧 没错 保命要紧 孙连成担任又虚名而无实权的光明峰总指挥 可以说是他人生中最凶险的一次 他的核心诉求已经从升官变成了保命 没有光明 那就避开黑暗 下一期我们继续讲讲 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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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